那接着我们来讲第二部分 叫做组合动画 组合动画其实有什么用呢 组合动画的设计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将几种动画无论是进入强调还是推出 那在播放的时序内 给它设置同样的播放的开始方式 PPT的组合动画想必各位都听过 那其实它的设计原理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同一个播放的时间下 同一个时间下我们给它同时播放多种不同的动画 如果它的动作不冲突的话 它就可以同时共存几种不同的动画效果 好简单的这么去说 如果简单通过听我这么去说 你们可能不明白 但是解析一下你们就懂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还是这个组合性 那现在呢我们给它添加两个不同的动画 比方说给它添加一个飞入 好飞入动画有了 现在我们给它添加第二种 好这个时候同学就说 老鼠我点击一个动画 这个时候但是你会发现 你没有添加第二种动画 还是只有一种动画 是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添加动画不是在上方这么点来点去就添加了 你实际上要点击高级动画下面有个叫添加动画按钮 在这里面才能算是添加第二种动画 你上面点来点去 这个叫做取代上一个动画 这个叫取代上一个动画 如果现在我们想给它添加第二种第三种 第四种更多的话 我们要点击添加动画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才算是添加上去了 当这个元素下面出现了一二 我们用了三四五六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动画已经添加上去了 好那现在我们来改变一下这个动画效果 好第一个什么 第二个第一个是轮机动画 我觉得不好 那我换一种 我们换一个叫做 飞乳好吧 我们换一个飞乳 然后我们把时间设置两者是一样的 我们把时间的设置为两秒 然后第二个动画呢 它是翘翘板 翘翘板图不可以呢 也可以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们这个效果给它能不能调 调不了对吧 只有一个颜色跟一个重复什么的 那我们只能调整它的时间了 我们是只为一样是只为两秒 好 现在你会发现点击播放 就是它没有组合啊 还是先飞入 然后再翘翘板对吧 那为什么没有组合呢 那是因为它们两者不是同一个时序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左边是播放点击一次播放 第二个是点击两次播放 它们不是在同一个时间下面同时播放的 会怎么去设置呢 很简单 把动画二啊 点击右键设置成从上向开始 现在是不是两者一起开始了 好 现在瞪大你们眼睛看它们有没有组合 好 是不是有了对不对啊 边飞入边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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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观察仔细一点 边飞入边抖 好 或者呢 我们再把第二个动画我们换成其他的 我们换成波罗旋 好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边飞入边旋转 对吧 边飞入边旋转 诶 这就是一个组合动画的一个制度过程 两种可以 三种是不是也可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效果 我们再来添加另外一个动画 添加个动画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放大缩小 好 我们看会不会怎么样 好 从上向开始 我们看是边飞入边旋转边放大 对吧 边飞入边旋转边放大 是吧 这个动画就一个 好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是不是边飞入边旋转边放大 三个动画同时都有了 好 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说 老师 那我先给它添加一个退出动画 我们来添加一个 飞出 我看一下 那现在它能不能实现呢 我们还是给它设置一个两秒钟 看看能不能实现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这个动画就有冲突了 对不对 我的这个向上飞入怎么没有了 它为什么只有一个向下飞出了 那是因为两者起冲突了 当两者动画起了冲突的时候 取最新的那种为主 取最新的动画为主 就是一定不能在行为上有冲突 比方说你不能给它既添加一个放大动画 又添加一个缩小动画 你这个样子就很像那种 就是奇奇怪怪的假方说 把这个logo放大一些的同时又说小一点 我要一个五彩斑斓的黑色logo 那这个你就知道 就是冲突 就让大家很闹笑 就是不能出现冲突型的动画 好 组合动画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尝试解析两组动画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尝试设计两组动画 一个叫做齿轮飞入效果 另外一个叫做一个树叶飞入的一个效果 我们现在讲齿轮 齿轮是不是一般旋转飞入对不对 旋转飞入怎么设计它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飞入 然后我们设置一个从左往右好不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添加一个动画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旋转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旋转 螺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播放一下 给它同时设置一下时间 然后都设置为两秒钟 两秒钟飞入第一个 第二个也是两秒 然后这个时候点击播放 从上下开始 我们播放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有点生硬 怎么把它调整一下呢 好 我现在是不是希望它有个自然而然的加速 再减速 那我们现在先来一个飞入双击 飞入双击 给它设置一个一秒钟的平滑开始 对吧 我们再给它 再给它设置一个一秒钟的平滑结束 也回去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播放 好像稍微好了一点了 但是感觉也很奇怪 为什么 对吧 它后面自己还空转 空转就很奇怪 为什么 水轮要空转呢 它必须要是边走边转 对不对 你后面停下来就空转 那不是很不协调吗 那同理 我们也要给这个 投螺旋设置一个平滑开始 跟平滑结束 那现在呢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平滑开始 一秒钟 对吧 平滑结束 一秒钟 好 点击确定 先加速再结束 好 我们播放一下 看一下 对吧 先加速 后面结束 Azarin听起来特别好 这个就是 齿轮飞路效果 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 这是一个 我们尝试做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 各种不同方向的 一个落叶飘散效果 怎么去设计呢 还是一样 我们同时选中 收到动画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飞路 然后呢 飞路不够 对不对 你看哪个落叶 它飘散的时候 是只是单重 一种方向固定飞路 真的奇怪 我们可以同意设置 为从上往下 好吧 我们自顶部,这样会比较正常的 然后呢,我们这样吧,我们这个第一个顶部,第二个是左上 这个左上,对,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右上 这个我们给它设置一个,还是左上吧,这样比较协调一点,对吧 不同的方向 一起来就比较正常了,对吧,好,那现在还不够,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是不是要有一个加速再减速的过程 我们给它持续设置为两秒,然后放大一点,放大一点 然后双子,这个点击右键,效果层下,给它设置一个什么 给它设置一个平方结束好了,对不对 平方结束,两秒钟,这样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对不对 好,剩下的我们再来给它设置一个动画 什么动画呢,数页不可能固定这么一个平面往下走 对不对,它可能需要一个旋转,我们给它添加动画 好,添加什么呢,先添加一个旋转,相对一旋,没问题,对不对 好,两秒钟,可以 再添加第二个动画,第三个动画 什么动画呢,这个时候我们添加一个平面旋转,好不好 拖拖旋 好 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没问题 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就给它一起播放,对不对 这个剩下的全部设置会从上一项开始 全部设置会从上一项开始 好,然后我们播放 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比较OK了,比较好看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是不是要一起飘,一起到底,一起结束 是不是其实也挺奇怪的,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给它们同时调整一下时序 按照分别是图形之间动画靠近的方式,进行一个调整 图形5的动画靠在一起,图形6的动画靠在一起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延迟时间,然后统一设置一下延迟时间 好,那动画之间是不是要 然后,落叶这么多的效果,是要有一些 大家是不是没有那么统一 大家的动画播放是不可能那么统一,对吧 好,你见过哪些落叶是固定同时开始 同时结束往下飘,这样很奇怪,对不对 好,我们把图形5,我们设置为持续时间为1.6 然后延迟1秒钟 然后图形5,图形6,我们设置为持续时间为2.3 然后延迟时间为1秒钟 然后延迟时间为0.5 然后图形7,我们选选它 然后这个时候,持续时间我们设置的地方 我们设置为1秒钟 然后延迟时间为0.3 然后图形8,我们把延迟时间设置为2.5 太多了,1.6 好,这个时候我们播放一下,看会不会自然一些 好,这样子是不是自然了一些,对吧 这样子自然一些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 比方说还需要有空转,对不对 空转很简单 空转我们就统一全旋之后 然后选择这个全转,设置效果很强 好,把这个弹调结束设置为100 平方结束设置为100 便确定 好,这个时候就不会空转了 对不对 好,点击播放 现在是不是就不空转了,对吧 那有一些可能旋转的这个会少一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选择这个 比如说,数量我希望它旋转2周 720,确定,然后就两周 那有一些呢,我们现在稍微少一点 旋转这个半旋转,180 好 那这个呢,我希望它这个 自定义,自定270度 好,点确定 好,这个呢就 360可以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它播放 是不是交换了很多 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设置了不同的动画 不同的播放节奏 甚至不同的动画细节之后 这个动画就很灵动 是吧 好 又是一个很灵动的一个飘散动画 当然更多的细节也可以 比方说我不希望这个动画是这么直来直去的 我希望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有个曲线这么去游走 那这种曲线游走怎么去游走 那这种曲线游走怎么去游走 我们是不是得从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改一个对不对 我们把飞入图形式 我们改成什么 是不是改成一个自定义路径 对吧 我们自定一个 诶 这样 这样的过程 是不是就好很多 快点回车 这样是不是好一些 还得再调对不对 给它设置一个平滑结束 给确定 反正因为不够平滑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编辑一下这个 平点 这个双击 这个点 这个点 右键 设为什么 设为平滑点 这个也设置为平滑点 平滑点点 对吧 然后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播放一下 还是有些奇怪 但是这个就慢慢去调了 对吧 如果觉得夸张 我们就得去调整 就尝试 它就不能飘得这么飘逸 对吧 我们就这个样子 好 看一下 这样子就已经好很多了 对吧 好 剩下的细节就不抹了 因为课程时间的原因 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 包括什么这个其实的位置 怎么跟起点不一样 这个就要去调整一下 怎么调整这个位置 你很简单 你一定要把这个 效果头像这里面 把勾选一下这个 锁定 好 现在它这个位置 跟这个 现在它这个位置 跟元素就可以脱离了 这还是相对自然一些 对吧 所以组合动画其实 考验它并不难 考验的还是大家对细节的 把握和理解能力 最后 我们来讲一下切换动画 刚刚讲其实都是元素的动画 对吧 那其实我刚刚说了 切换动画呢 是页面和页面之间的一个 结合过度的一个动画效果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些 比较普通的一些切换动画 好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个页面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这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它和下一个页面之间 它是一个向下滑动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来下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什么 这个页面其实 看下一个页面是一个翻书效果 翻来翻去翻书效果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翻书效果 这什么效果 这是一个开门效果 上个页面和下个页面一个开门效果 那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连步 它是不是可以打开 对吧 这是个连步效果 那这个页面就是一个什么 这是个纸飞机 飞走 这也是下个页面和下个页面之间切换效果 那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过渡效果 我把一个黑白的一个照片 变成彩色 这样一个切换效果 它是两页PPT 好切换动画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看到PPT的切换 是在当前页面选择和上一个页面的一个切换效果 我们看 选择这个页面 就在切换这里面有很多 什么推入 插除 分割 它会告诉你各种各样的动画效果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什么弹入弹出 那比方说什么立方体 有很多很浮夸 特别是office2013之后 什么门 然后什么这个框 最浮夸我记得是这个 叫做闪耀 不是啊 闪耀不是浮复了 是这个蜂巢 非常的浮夸 我们看一下 对吧 非常浮夸 还有一些像什么压碎 玻璃 然后浴室折纸 就是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想不清楚浴室折纸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一些除了涟漪蜂巢 还有涡流 对涡流是我经过最浮夸的动画 那设置时间也很简单 右侧有个持续时间 比方说你可以把涡流设置成40秒 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过程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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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怎么撕开 然后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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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开始启动 也是奇奇怪怪的 这个效果 其实你们可以尝试把它做成一个撕裂效果 就是刚刚解个图 它就有个撕裂效果 然后我们梳理 效果成这样 水平数值 然后框 然后除了时间 碎片 奇奇怪怪的 然后其实切换动画 没什么可以可讲的 因为本质上就是 我可以直接选择一个 然后就这么设置上去 只能设置一个持续时间 除此之外 可以应用到全面 点击一下 全面画了片页面都有了 这个就不点了 大家明白就好了 然后效果选项 其实变化的也不多 什么文字 什么对象 之类的 效果选项你可以编辑的部分 其实也不多 很少 那切换动画一般的玩法 其实很少 只有一些细节的区别 这个细节的区别 在这里 它叫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 叫做 华丽 华丽细微 跟动态内容 你会发现动态内容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平移 上方也有个推入 这两者非常相似 比方说我们看 现在要给这个动画 设置一个 这是一个推入 我们设置一个推入动画 设置一个推入 没问题 那现在给它设置一个平移 诶 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没区别 对不对 甚至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窗口 上面有一个门 门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窗口也是这个样子的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好 上方有一个 下方有个传送带 上方有个库 对吧 这有个库 然后这里有一个叫做传送带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动态内容 我们来看这 那什么是动态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页PPT有什么区别 这四页PPT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32到33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诶 它是一个摩天轮动画 然后35到34 它也是个摩天轮动画 这两者你们看到了吗 下面的两张动画 下面的两张动画 它的动画是背景是不变的 只有内容在编 但是上方是背景 跟着内容是一起去编 所以动态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它讲的是 如果你们背景是一致的情况下 那我只对你的文字内容 或者元素内容进行改变 背景一致是一个什么概念 跟大家简单理解一下 现在 我插入一张图片 我随便选一张 就这一张好 我把它平铺一下 拆解这是19 现在我在上方插入一个文字 1234 插入文字 来喊出我的名字 好 我现在放大 去中 然后文字设置为白色 好 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 我再复制出来一个页面 它们两个是不是一样 背景也是一致呢 那我先给它设置一个动态内容 然后设置一个传线带 你会发现它还是背景 我们再复制一下这个页面 好 现在 这种情况 当它们两者共用一个板式 这个板式的背景是固定的情况下 这个 才是我所说的 这个才是PPT所理解的背景一致 其实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给它来个奇幻动画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摩天轮 对吧 现在就是文字 背景之外的内容在动了 明白了吗 PPT所认为的背景一致 其实我们得在视图下方 给换南边木板 单独赋予这么一张图片 然后同时选中这一张木板类型 才能够有动态内容 这个效果 我刚刚不是说完 其实切换动画蛮乏味的 除了动态内容的区别之外 其实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但是直到2016年 PPT2016 Office2016更新了一个非常重量的更新 叫做说放和平滑 这两个动画效果就有很多玩法 给大家看一下 说放跟平滑 还有什么用 我们来看几个效果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平滑 平滑呢 它其实可以说是切换动画和元素动画融为一体 我们来看一下平滑是个什么效果呢 在Keynote里面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神器移动 你会发现会把这个元素现在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做平滑动画 就是元素在每个页面之间的一个自然过度变化的一个形态过程 叫做平滑动画 怎么去玩耍它呢 现在我们新建两个页面 两个页面 三个页面 我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橘形 这个橘形在这里面是蓝色 然后我注意我要复制它 我要复制右键复制 然后第二页面再平滑 在这个页面下把它这个大小 位置放在这 好 甚至把它改一下颜色 把它改为这个橙色 好 然后第三个页面我再复制一下 再贴 在这个页面下呢 我把它设置为 更大 把它设置成这个绿色 好 现在 现在 我给下面这两张2和3 我们设置一个切换动画 设置为平滑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 我放它 就是当前这个页面 然后再下个页面 它变成了这个 橙色矩形 再下个页面 它又变成了这个绿色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可以设置它的这个切换的这个时间 比方说我们设置成5秒 好 我们看一下 那就是5秒之内的变化 123 45 好吧 然后再来 12345 好 那这个效果呢 其实你有效果损像 比方说你可以设置一个对象文字 或者是字符 这个大家自己去玩耍一下就好了 但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就是 平滑动画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设置 给大家去玩 好 现在 我们来做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比方说 它刚刚没有改变图形性质 对不对 现在是一个正方形 那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在下个页面 再形成一个页面 把这个正方形呢 我复制过来 复制粘贴 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不老实 我给它呢 编辑景点 我把它变成什么 我把它变成圆角矩形 我把它变成圆角矩形 我把它变成三角形 删出一个定点 现在是性质改变了 那性质改变 你能不能使用切换动画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平花动画呢 点平花 好 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 它好像是没有这个过渡过程 这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为什么平花失败了呢 那是因为 其实PPT已经认为 这两个已经不是同一个元素了 明白了 这两个已经不同一个元素了 一旦你对一个图形 进行了编辑景点 或者合并行动 那其实 在PPT里面 它就不认为两者是一个元素 大家要记住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改变图形性质 也能够使用平花动画呢 是可以的 看好了 看好了 这个时候 当我们生成一个元素之后 比方说你的起始元素 你只需要在起始元素这 多一小步 比方说现在起始元素是一个圆形 圆形 那这个圆形呢 注意啊 我现在不能 我现在 不能这么简单的把这个圆形放上去 我还需要 再随便生成一个元素 无论什么三角形 矩形都可以 然后放在一边 两者不要有任何交集 然后干嘛呢 先选中圆形 再选上矩形 我们先选中圆形 再选中矩形 然后点击形状格式 走平形状 我们点击减出 好 这个时候矩形就没了 好 这个时候 注意 现在PPT已经把这个圆形定义成一个 你自己编辑的一个元素 你自己编辑的一个元素 好 这个时候 你再把这个圆形复制过来 好 粘贴到下个页面 这个页面 随便你编辑到什么 把它变成一个 三角形 好不好 变成一个三角形 好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三角形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 它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编过来了 这个就是改变图形性质之后 我们该如何使用平滑动画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 那除此之外 其实平滑动画最厉害的地方 是在于三维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 很多人应该都看过我那个非常厉害的轰炸地球 那个星球模板 对不对 星球模板里面有很多星球 它们在不断不断变化变化 这里面用的就是三维模型 加上平滑动画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播放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 它下一步 旋转成这个样子 好 你是不是 在我的那道BVP 经常这样上这张小的 对不对 那这个效果呢 其实就是用平滑动画 这样三维模型可以做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插入一个三维模型 好 插入了一个星星 插入完毕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随便旋转 放到一个地方 好 然后 复制这也不一定 好 然后在这个页面呢 你把这个星球啊 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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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在这了 然后放大 放大 放到一边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 现在在这个页面 选择切换 平滑 好 你发现 好酷啊 这个时候 它就旋转上去了 对吧 这个就是三维模型 在平滑动画 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非常酷 好 好 我们再来讲最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叫做说法 它有什么用 我们一直以来对PPT的理解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对它顺序的理解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啊 有没有一种情况 就是 我通过跳去的方式 像思维导图一样 我把它全部铺开到这一个页面里面 然后我依次点击 依次播放 好 那如果你用缩放 就可以达到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 我们看 我随便点击一个页面 它就会切换过去 好 好 再把它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我现在要看这一张 哎 它就切换过来了 哎 看下一张 它就好像一个什么 思维导图 然后从一个局部 到全局 就到西维 这样一个跳跃过程 对吧 这种效果呢 跟大家说这个页面是什么页面 这个页面 是当时我去给那个 就是这个媒体做这个提案的时候 就用这样的一个效果 他们非常喜欢 他们觉得 哇 老师你这个效果做的特别好 是用什么做的 是用什么特效软件吗 我说不是 是用PPT 他们当时就被我震撼到 这个效果就是说放效果 说放效果怎么去玩耍它呢 其实非常简单 很多人应该没有玩过 那在这里面 跟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好 现在先建一个新闻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面 很多人呢 其实说放没有玩耍过 当前这个幻灯片下面 然后注意 在当前这个幻灯片下面 这个时候轻轻按住其他幻灯片 往里面拖 这个就是收放效果 好 这个时候点击播放 你看收放效果就出现了 往上就是回去 往下就是一步一步播放 往左就是撤回上一步 往上就是圈局 好 那这个就是收放动画 收放动画可以玩耍的地方在哪呢 在这个选动画之后 我们收放订阅取向卡 然后你可以选择更改图像 比方说我现在把它放成另外一种图像 选择一个 随便选择一个 然后选择一个这个矩形 你看它就变成图了 好 这个时候点击这个图 你看就有这个页面 所以说它可以是透明的 也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图标 或者说是这个 你收放点击的这个按钮呢 可以是幻灯片收放了这个图标 或者说是这个图片 或者是随便一个空白的一个透明的图都可以 那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很有意思的效果呢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有了收放 你就可以无限套瓦 什么叫无限套瓦呢 比方说我在当前这个页面 我再把当前这个页面再拖进去 它就是一个无限套瓦效果 静止套瓦的 然后把它放在正中间 你看这就是一个套瓦效果 点击播放 套瓦套瓦套瓦 这就是一个无限套瓦效果 对吧 你可以这么去扼搞一下回处一下 你就会发现 哇原来PPT真的是 绝了 好了 那其实呢 缩放部分的讲就是这些了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缩放的讲解 今天这节课呢 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动画的一个日文课 具体更深的一些动画的效果 跟插件函数的一些讲解 我们会在接下节课进行 那各位同学请期待后面的课程 我是完美男人若假老师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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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